曾几何时,艳兆门闹得沸沸扬扬,近日又有睡粉门。张柏芝陈冠希等玩的够疯,而71岁的香港娱乐圈谭校长更是晚节难保。一针一甲的睡粉新闻闹得沸沸扬扬之际,吃瓜群众纷纷表示,香港娱乐圈混水有余,草地藏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艳星横行,污水横流的A片充斥港鱼,更有二级三级片大行其道,瓜民粗略一八,这部立马扒出十大艳星之瓜。 今天,先摘一个性感游物之嫩瓜,它也算港鱼圈十大女魔妖艳,它就是三级片性感游物邱淑珍,卓衣是青春少女,脱衣是赤裸羔羊。 而当时的香港,大把南瓜民的梦中美人,非邱淑珍莫属。 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众星云集》《艳女横行》,有的平易上位,有的靠脱封顶。 一脱成名的捷径,往往让嫩魔少女不顾一切去以身入圈,有的声名却起名利双收,而有的声名狼藉,财色两空。 邱淑珍混迹香港娱乐圈,也曾历经整容风波,贪过小三浑水,一路颠沛跌宕,最后豪门重生。 珍洁淑女的牌坊是如何由风雨飘摇到豪门珍爱的盘孽。 且看老行撇去艳照睡粉,无七八糟的乱瓜,扒开港圈迷雾,洞察性感有物邱淑珍的艳星生涯。 祖籍广东开评的邱淑珍,1968年5月16日出生于香港,洋娃娃般的漂亮女生童年一具雏形。 1987年,19岁的珍洁淑女邱淑珍参加香港小姐选美大赛,参选条件有一条硬性规定, 港姐参选必须原装正品。 柔美亮丽的邱淑珍一路斩妖除魔,眼看美冠到手,不料半路杀出个成咬金, 被一同参选的好闺蜜上屋抽梯,举报她下巴整容。 眼看到手的甜瓜被截杀,真是当面叫哥哥,背后掏家伙。 香港瓜民疑惑其是否真的整过下巴。 邱淑珍站下来辟谣说,哪里整过啊,这是小时候吃瓜才瓜皮摔的。 瓜民们炸锅说,我们都没踩瓜皮,唯独你中枪了呢。 邱淑珍本来下巴受伤留疤不舒服,加上闺蜜反水, 如今又有大波瓜民狐狸乱喷,一怒之下撂挑子闪人, 选美退赛,光环闪耀旁落。 甘做六年枕边人,选美失忆,邱淑珍正黯然神伤之际, 没曾想,她这只清纯可人的嫩雕,早有人惦记着。 这个盯她很久的人,就是比她大13岁的恩人王晶。 1989年,没有依靠她老爸,自己凭一部赌神成就了王晶商业大导演的江湖地位。 王晶的老爸是拍过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的著名导演王天林, 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到电视台当编剧, 曾经为香港小姐大赛做过三年撰稿人,因此和港姐结缘。 落选港姐的邱淑珍,在恩人王晶的调停下,得到TVB的签约机会, 但是出演机会了了。 王晶私下对邱淑珍吹牛说, 张曼玉,港姐冠军高丽红,杨雪怡,李嘉欣, 陈法荣的电影《处女作》都是我捧红的。 在王晶亲典下,邱淑珍先是出演电影《撞邪先生女二号》, 为郑宇玲做配角,只相当一个路人甲而已。 接着,王晶又安排邱淑珍出演第二部电影《最佳损友》, 他担当女主角,没想到被挖鼻屎搞笑的吴君如抢了风头, 瓜敏只记得主角痘痘,其他也就留下一地鼻屎。 随后几年,邱淑珍出演了王晶的好几部商业电影, 虽然与巨星闪耀的张曼玉,陈玉莲,陈亚伦,光芝林,张敏,周慧敏, 一众美女同框共戏,但是她一个嫩瓜小枣没有引起吃瓜群众的法眼, 只与众星混了个脸熟而已。 戏场难有起色,邱淑珍就想情场定板, 出头无望的邱淑珍无心演戏,把众星都放在了谈恋爱上, 这嫩鸟被猎人王晶养家了。 邱淑珍就想倦鸟归巢,谁知猎人却不止养了一只鸟, 在她的狩猎场里还有更嫩更新的小鸟等待她去射, 拒绝不需要理由。 对于嫩鸟归巢,王晶倒打一耙, 说她男朋友开着法拉利来片场接送, 我和这只嫩鸟根本没有永乐。 这话连痴呆瓜民都不信, 王晶却信誓旦旦地说,我有老婆, 这话不假,但不保证不打野食啊。 王晶大学一毕业就和女友结婚, 家花在一旁, 其貌不扬还已婚的她, 还要在外面的花园里找找香艳野花秀秀, 一个要出名,一个要找想出名的野花。 邱淑珍就是王晶暗板上的肥肉了。 如今, 港鱼圈上演一场负心劈腿的狗血闹剧, 这里暂且按下狗血剧情不表, 单表《妩媚丽人》蜕变为三级篇 性感游物之隐秘乱瓜。 贝小三, 由物件成, 出道之初, 邱淑珍人如其名, 贞洁贤淑, 艺人之路在贵人王晶的力捧下, 精品乱剧叠出, 瓜民不仅要问, 何为乱剧, 达约分级篇, 正所谓不拖不红, 一拖成名, 精品剧最佳损友, 票房两千万。 邱淑珍搭档刘德华, 初步被瓜民认识, 要想与当时红得发烫的林青霞, 王祖贤, 关之灵和李嘉欣相比, 尚未上前火候, 此时贵人替他出主意, 如此如此, 定火, 这般这般, 必红。 于是, 三级篇赤裸高扬, 让邱淑珍光鲜出镜, 惹火的身材, 娇嫩的肌肤, 一惊爆平, 让一众瓜民鼻血止不住烂流。 1992年, 电影上映后, 24岁的邱淑珍一夜爆红, 他凭借此剧, 不仅脱掉了外套, 还脱掉了煤气, 性感游物就此定型。 他在年底入围金像影后, 一跃跻身于香港一线女星之列, 紧接着, 王晶与邱淑珍两条线上趁热打铁, 射雕成功后, 刮明发觉, 王晶与邱淑珍终于打黄盖, 打得激情四射, 而电影制作上, 借着光鲜上尉的赤裸羔羊的热度, 王晶又陆续拍摄了金庸武侠剧改编的陆顶记 和倚天屠龙记等多部影片, 使邱淑珍的人气更上一层楼, 两人的关系也水涨船高更近一层。 不仅吃瓜群众晓得, 甚至全香港都知道, 邱淑珍和王晶的关系 已超过三级片限制了。 1994年, 他在王晶电影《赌神2》出演海棠, 一席红衣潇洒发牌, 称为香港影史的经典。 自此邱淑珍迅速上位, 一度成为王晶的运用一号女神。 瓜明戏称她们的合作是电影界 铁打的邱淑珍流水的男主角。 4.内外逢春三金像 左右情缘退影坛。 邱淑珍的演艺之路, 光明记忆之中 应从签约TVB算起, 其实她参演电视剧 《心诈师兄1988》 与梅艳芳、刘嘉玲、 曾华倩、 上山师那、 吴君如、 罗美威、 蓝结英、 张曼玉, 号称无限九龙女。 1988年参演电视剧《大都会》 而遇导演王晶上时, 从而被她收入囊中进入影坛。 第一次获得金像奖, 在参演电影《壮邪先生》 和《最佳损友》后, 于1992年7月, 在周星驰的古装电影《鹿顶记》 《鹿顶记2神龙教》中 两次饰演第二女主角《剑宁公主》, 12月与任达华、吴嘉丽 主演王晶监制的电影《赤裸羔羊》, 凭借《小猫一角》 获得第1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提名。 第二次获得金像奖, 1993年12月, 她参演李连杰主演的古装动作电影 《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饰演小招。 第二年,1994年3月, 她与李连杰、叶德贤主演电影 《新少林舞祖》饰演红豆。 同年12月, 在周润发、梁家辉主演的电影 《赌神2》中饰演海棠。 1996年, 属于邱淑珍《高光时刻》又来了, 这年她参演的电影《不道德的礼物》, 剧中饰演第一女主角罗雪儿, 凭借在剧中精彩演绎, 再次提名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第三次获得金像奖 不管性感还是三集、二集片, 反正属于邱淑珍的星途如日中天。 这部, 同年第二次提名, 1997年, 邱淑珍出演关锦鹏指导的 同性题材争议性电影 《愈快乐愈坠落》。 有一次, 连续获得第1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提名。 名气大长瓜敏发现, 王晶和舒淇打得火热。 许多瓜敏秀到了 《精女郎大有长江湖朗推前浪》。 王晶很享受舒淇之浪劲, 而邱淑珍随着星光璀璨, 也对小三岁月感到厌倦。 随着同年友情出演张国荣的音乐电影 《左右情缘》之后, 《神女扶秀》退出影坛。 一番真爱负假意, 邱淑珍隐居王晶身旁数年, 千盼万盼指望寻觅一纸婚约, 没曾想, 父亲郎喜心厌旧, 他这只金乌藏的只是一只玩艳的笨鸟。 吃瓜群众还爆料, 王晶所设之嫩雕不止舒淇一个, 大有越嫩越好来着不惧之事。 一怒之下, 邱淑珍宣布退出影坛, 远离恩人的虚幻梦乡。 邱淑珍治愈王晶, 就像是扑克派中任意一张, 想打就打, 不想打拿捏在手中。 对舒淇也是一样, 性感妩媚的舒淇被王晶的珍爱所迷惑而打动, 不管小三小四为了爆红而干做双三。 吃瓜群众发现, 王晶在捧红舒淇的同时, 他盯上了当时大红大紫的李立珍等一众演行, 可谓广撒爱种收获满桶酸醋。 1997年, 吃瓜群众发现了邱淑珍另觅新欢的实锤。 这年, 沈家伟的服装品牌做推广, 他力要邱淑珍做代言。 在沈家伟的眼中, 邱淑珍的美穿透古心, 是他梦寐以求的梦中情人。 能邀请邱淑珍做自己产品的代言人, 是可遇不可求之事。 这次推广更加印证了 什么是美, 什么是神, 什么是性感有物。 可以说, 沈家伟对邱淑珍是一见倾心, 一见钟情, 并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表示非邱淑珍不娶。 邱淑珍与王晶分手后, 心中空虚寂寞, 经不住沈家伟的狂轰乱诈, 毅然告别旧情, 果断牵手沈家伟。 吃瓜群众发现及事实证明, 邱淑珍的选择是对的。 离开王晶, 邱淑珍一改往日, 性感外露的风格, 竭力撕掉艳星标签, 以素颜短发的形象, 展示在瓜民面前。 而失去邱淑珍后, 王晶也没闲着, 他张弓射箭见无虚发, 重剑女星诸如林熙磊, 关秀妹, 张文慈等纷纷收入囊中之物。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